說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移居這個星球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要移居的話 你要把這麼多人 地球上這麼多人送上去的時候呢 真的只有六個人看過是不是 那我必須要把故事進行講一下 要把這麼多地球人送上去的時候呢 你用一般的傳統的燃料火箭 就是用化學方法去噴的這種燃料火箭 要把人類送上去是很難的 為什麼 你看那麼大的太空縮發 發出這麼多能量 你才能夠送六七個人上到 譬如說地球的軌道對不對 你要把全地球這麼多人送上去 基本上除非你有一種新科技 叫做反重力的科技 你才能夠把整個地面挖起來 把這個給送上太空去 不然的話 靠化學能的火箭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呢 他們就先派個這個 我們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就去穿過那個蟲洞 到外面的這個星球 那反正中間有很多這個 比較灑頭血的劇情 最後呢 就是說 這個他們找到 這個可以核四一季的星球了 可是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跟著類講 因為他們那時候 這個灑頭血的劇情中 反正他們已經回不了地球了 就對了啦 他也沒有要跟地球通訊 那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這個女主角 可以再去找另外 去找到那個四巨的星球 把那個太空船上還不夠使用這些 不管是動物或是人類這些DNA 去還原下一代就對了 那為了讓女主角呢 能夠到這個星球去呢 他們就要用所謂的重力拋射的方法 把太空船彈出去 可是呢 要做重力拋射的時候呢 另外一點就是說 他不能帶太重 第二個他 這個動量手紋的概念 把男主角丟到黑洞裡頭去 所以男主角就被丟到黑洞裡頭去了 那到黑洞去的時候呢 就 這個黑洞運氣很好 其實這要講科學很多 他的黑洞剛好是一個 旋轉的黑洞 如果他不旋轉的話就麻煩 所以掉到黑洞去的時候呢 這個好心的外星人 好人做到底對不對 就沒讓男主角被壓扁 就讓他進到了一個 所謂的五度空間裡頭 五度空間裡頭 就是這一根格子狀 所謂的五度空間 應該說四度空間裡頭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們說 一個二維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張紙 他有四個邊對不對 這個四個邊是由四條線所組成 對不對 二維是由四個一維這個東西組成的 對不對 那三維的東西 那個盒子展開來是什麼 六個平面嘛 對不對 那對四維空間來說呢 他其實展開來是怎麼樣子呢 是一堆三維的盒子 所構成的 所以像我們所謂這個超立方體 就是你這個立方 這個空間呢 其實是由一堆三維空間所組成的 好 這個提到這邊數學很難 就不要管他了啦 總之難怪就到這邊去了 這是一個四度空間的一個東西 好 那到這邊之後呢 他發現他竟然剛好被丟到這個空間 而且剛好是在他女兒房間的空間 他的女兒是一個後來在研究這個重力的物理學家 他被丟到這個空間去 他發現他也跟他女兒 可是他不會跟他無法溝通 結果他就發現 他剛好看到那個書櫃的時候 他可以怎樣 可以去撞那個書櫃的後面 他可以讓那個書掉下來 他就發現他可以去影響他了 那通過這種方式呢 他就可以跟過去的他的女兒 過去他的女兒做通訊 什麼通訊 透過重力 因為他去打那些書 去控制這些 他當時用手錶 控制這些手錶 全部都是透過重力的方法去傳遞這個訊息 好 那講了這麼多 講這麼多 我最主要講的是 這個電影他很合理 他完全是一個 真的是依照目前的物理學理論去做出來的 全部都是合理的 那他提到這一點 他透過重力去跟他的女兒做溝通 這一個點 穿過所謂的四度空間 去跟他做溝通這一點 就是為什麼我們重力是這麼做的 主要原因 好 那怎麼說呢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這個目前人類認知的空間 是一個所謂十微的一個空間 不是所謂三圍 是十個維度的空間 十個維度的空間 為什麼我們都看不到呢 就好像你們看那個毛線 毛線 你把毛線拉開來對不對 毛線 毛線球的那個毛線 看過嗎 看過嗎 我們認為他是一條線對不對 可是我們靠近去看他的時候 他裡頭有很多毛球拉 捲曲的東西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 你去看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一條一圍空間 而是裡頭有刀刀滴滴的 什麼 維度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同樣的 我們現在感知的是 我可以往前走 往左走 往右走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我們靠空間非常非常近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六度空間 被捲曲在裡面 你看不到而已 我們看不到的原因是因為靠得不夠近 而不是他不存在 好 那有十圍空間跟重力很多有什麼關係呢 簡單講 前面這三種力 前面這三種力 他所作用的範圍 他就只在三圍空間裡頭 唯獨重力 唯獨重力 他的作用力會抑散到另外六個 維度的空間 你同樣一百塊 分給三個人 你同樣一百塊 分給十個人 每個人分到的就很弱了嘛 對不對 了解意思嗎 所以呢 當我這個作用力要分到十圍空間去的時候 我的作用力自然就很弱啊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呢 這個電影它是會用通過重力去溝通的原因是什麼 他不能用電磁波跟他能力去溝通 因為他無法穿越所謂第四圍時間這個空間 沒有辦法穿越 重力可以 另外另外五圍的空間可以透過重力穿越去傳遞嘛 你可以傳遞力我才可以告訴你對不對 告訴你訊息嘛 所以為什麼重力這麼做 其實他就在講這件事情 好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機會我們再來講更多啦 大概這個只是個概論跟你提 OK 好 那接下來這邊就比較一些基本 什麼叫做concept 就是所謂概念 什麼叫做model 什麼模型 theory 什麼叫理論 好 那你們學過的這些物理學裡頭呢 有一些就是所謂的概念 concept 什麼叫做概念呢 概念就是說 我們這個 有關於一些物理量 這個quantity是所謂的量 physical 就是所謂物理的 物理量 quantity 就是物理量 對於物理量 我們怎麼去描述這個物理量 去分析這個物理量 那 那 這些物理量 它自然的行為 我們怎麼去描述它 怎麼去分析它 這就稱之為所謂的概念 所謂的概念 那什麼叫定律跟原理呢 定律呢 是指說 我們的所有物體 或所有的 你可以描述 看到的這個世界 它的一些行為 可以用數學關係式去描述的 就稱之為定律 那 它遵守的一些行為 或是一些過程 我們去描述它的話 就稱之為原理 譬如說 這兩個差異是怎樣的 譬如說我今天有東西 掉下去了 對不對 自由肉體掉下去了 它 這個東西會自然的掉到地上 它所遵守的是所謂萬有一定律 對不對 它的作用的方式是R0 方分之GMM 對不對 這是所謂定律 那它掉下去的時候 一個東西從上面掉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這樣扭來扭去掉下去 它就這樣直直的掉下去 對不對 它會走 認為最短距離掉下去 那這個 最短距離掉下去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稱之為 最小作用量原理 也就是物體 它 雖然遵守萬有一定會掉下去 可是它 發生的行為 不會是這樣子 八字型亂走 亂走走走走走 最後才掉下去 不是 它就直直的走 最短的那條路進掉下去 那描述這個東西的 的話 我們就稱之為原理 比如說剛剛講一下 最小作用量原理 或是最速落進原理 那這個原理 是用來描述我們這個定律 發生的這個過程 或是發生的這個行為 它的差異在這個地方 OK 好 那模型呢 我們就是說 在我們還沒有去看到這些實際上物理現象之前 我們可以去建構一個 就是模擬 或是說去這個 所以是表現或是表象 這個物理系統 它會發生的一個概況 就稱之為什麼模型 model 所以 我們說我們有這個重力模型 就好像剛剛一開始的一個 對不對 地球 在這邊 周圍的空間就這樣被扭曲下來 對不對 最常見的這種模型 就是這個概念 好 所以很快 再來是單位 那單位其實大家都學過了 我們在這本課本題 我們所用的物理單位 我們會去統一 所以Fecal Quality 剛剛已經出現過了 所以物理單位 我們會用什麼呢 用一些標準的 用一個相同的標準 或是相同的單位 來做一個表示 那這本書裡頭 用的是MKSA單位 可是MKSA呢 代表的是什麼呢 代表的是說 我們所用的基本的物理量 有三個最重要的參數 第一個叫做質量 Mass就是所謂的質量 那它的單位是公斤 長度是公尺 Lens就是長度 它代表的是公尺 以及時間 我們用的是秒 公斤公尺秒 這你們應該國中都學過了 所以我這邊快一點 好 那另外還有一些 外加的一些單位 除了標準單位 還會用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跟溫度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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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K Kalvin 還有溫 安培 用A來代表 Electric color 就是所謂的電流 還有呢 還有什麼呢 我們的燥度 我們的亮度 CD Kandela 來代表光的亮度 這個是我們還會常用的幾個單位 幾個單位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啦 好 所以呢 現在喔 以這個單位換算來說 我們這一關的力量很快 所以我剛剛講的 所以這個課本呢 就會講這個 這個 Parafly的 所謂這個 飛行傘 他就說 這個單位換算 這個 這個力量很簡單 他是說 就是對於一個 所謂一個Media Pilot 就是所謂一個 中間的這個飛行員 那 在這一個三股呢 他去跳出飛行傘的時候 對於一個中間的飛行員 他能夠控制 我都建議他能夠去飛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風場的風速呢 是每秒鐘7公尺 那 當天呢 在這個山領上呢 這已經所謂的這個 領就是這個領啊 山領 在山領上的這個風速呢 是每小時25公里 那 請問 請問喔 這個飛行員是不是可以在這邊跳傘 他的技術 他的這個飛行員 他的技術呢 跳這個滑翔 這叫飛行傘 跳這個飛行傘 這個人呢 他的技術可以控制在風速 本路就是每小時 每秒鐘7公尺以下的風速 他在那邊飛不是安全的 對不對 他的技術正正只能到 每秒鐘7公尺 那當天呢 氣象律報的風速是 每小時25公里 請問他就可以飛 所以就是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換算 好 每小時25公里 這你們都會做了嘛 對不對 把他換算成每秒鐘多少公尺 所以呢 我們就把每小時25公里換算成 把公里換成什麼 公尺嘛 對不對 把每小時呢 換成秒 3600秒 那我們把他乘一下 就聯合出這個答案 所以這個飛行員 我們換算起來 時速25公里 就等於相當於 沒有碼鐘7公尺 所以呢 這個飛行員 他是可以跳 可以在那邊 這個滑翔的 滑翔的 好 因為這很簡單 好 就很快的過去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 好 那再來很快 這有些單位呢 我就先把他列在這邊 那你們回去可以自己看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放射性的 佛性 定理所的佛性 那個單位是貝克勒 然後呢 幾個你們可能比較少見的 比如說這個 齒東南密度的單位是韋國 不去你一方 或是用天使拉圍的單位 那這個單位等 然後我們上到的時候 我們再來詳細來講 好 那這也是一樣 我們用一些縮寫文法 我們可以用A 用A 上面有一個圈圈 這個熱的單位 買冷氣有多少BTU 就是音質的這個熱單位 大概就是這些 上到的時候才跟你講 但是有一個要 這個要 還是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所謂的希臘符號 希臘符號你們有學過嗎 有學過嗎 會不會唸 一點點 一點點 好 我們很快的唸過一遍好不好 來 α β γ 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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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 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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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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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唸過一遍啦 下次看到符號一定要被唸了吧 會嗎 還是不會 對不對 這個符號你們自己去看 我們常常會用這些符號來做一個代表 好 那 這個 還有三分鐘 不要急 所以我們要講這個Power of 10 所謂的密刺 密刺的這個概念 還有所謂的Significant Fingers 所謂的有效數字 那什麼叫做密刺方 什麼叫做有效數字呢 我們在忽量一個物理系統的時候 有時候呢 我們不會用很精確的數字來 來考量這個系統 我們要知道的是 它大概 大概呢 屬於哪個數量級 我們講數量級就是 Power of 10 就是所謂密刺方為一個單位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說原子的大小大概是10的-14方米 原子的大概是10的-15四方米 那 所以呢 它們兩個呢 體積差呢 大概差多少倍 4乘量10的44方倍 那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數字呢 其實 跟你講跟我講 其實我都不懂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今天跟你講說 一個東西它是 1 2 3 4 5 6 7 8 9 地方米 你剛剛那邊有一個概念 我剛剛跟你說 大概一個足球場大 你就有概念了嘛 對不對 或是一個來足球場大 就有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同樣的 跟你講 很多這個系統的數字 有時候 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跟你講 你進去並不一定會有幫助 所以我們就會用 所謂的這個 Power of Pan 就是所謂 密四方的這個概念 來跟你講這個事情 大概是多少個數量級 相當於 比如說 也是講地震嘛 對不對 相當於多少顆原子彈 這樣的一個概念 瞭解嗎 好 所以呢 比如說 你剛剛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會講說 這個東西呢 大概是十的五四方的數量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用 假設用log來代表的話 log0.5大概是3.16 3.16 所以呢 我們只要大於3點 前面這個數字大於3.16 我們就算到 這個十的四四方的加一的數量級 小於3.16呢 我們就算它是十的四四方的數量級 所以 這個原子彈跟原子的數量級差 大概差了幾個數量級 五個數量級 這樣了解意思嗎 我們會以這個前面的數字 大於3.16或小於3.16來分 大於3.16 你這個十的上面這個四方 那就要加一位 小於3.16 就是用盤原來這個十的幾次方 所以我們用這個概念來表示 它們兩個之間的大小差 是差了幾個數量級 好 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下課